我们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我们谁也不知道未来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我们都有计划 我们都在日历上标记了某些日期 我们有地方要去 有人要拜访 但不管你有什么计划 你要做的是让上帝居首位 把上帝摆放在所有这些计划清单的优先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很多干扰的时代 很多事情让你分心 很多事情吸引你的关注 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应该引起你的关注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经常会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各样的天灾人祸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告诉我们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那是耶稣基督的话 就是这些话 我们必须要坚守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恐惧的灵 支配着大部分社会的时代 当想到经济时 人们会感到恐惧 我们有专家不断警告 经济崩溃即将到来 当想到自己的健康时 我们就会感到恐惧 似乎每隔一周就会有新的风险 新的变种病毒或新的研究报告 告诉你更多的危险 这个世界上充满太多的恐惧 但再一次让我告诉你 耶稣基督的话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 所谓疯狂阴谋论 诱惑各种非阴谋论的时代 如果你关注并跟随他们 你只会感到恐惧与迷惘 同时对所有人和所有东西 失去信心 不要让这种噪音 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应该做的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我要传达给你的信息是 你会在这个世界上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些事情会唤起恐惧的灵 但不要让这些事情压制你的信心 你要持守神的话语 在这个世界上 你也会看到各种各样事情 这些事情会唤起恐惧的灵 可能会使你感到灰心沮丧 但不要让这些事情摧毁你的信心 你要持守上帝的话 你只要专注于耶稣基督 只要关注他 定精于他 你不要定精于任何人或是 包括牧师 你所认为的成功人士 长袖善武的企业家 每天在广告中出现 教你投资理财赚钱的专家 教你如何追求成功的讲师 还有才华横溢的明星偶像等 因为有些人会堕落 包括牧师 更包括所有这些世界上认可的名人 他们可能会从恩典中堕落 因为他们是人 圣经明确地说了 在罗马书三章十节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圣经继续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可以效仿的最好榜样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例子 是圣经中耶稣基督的例子 所以不要仰望另一个男人或女人 你要仰望耶稣 不要指望或崇拜牧师 主教 福音传道者 或其他任何人 只仰望耶稣 只定睛于耶稣 因为牧师或名人 可能会卷入丑闻 人们会卷入丑闻 他们会让你失望 但耶稣基督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不配 多么没有资格 或多么不幸 都无关紧要 神若帮助你 谁能抵挡你呢 如果他说 他在你身边 你要相信 因为他会带领你取得胜利 这是百分百的保证 无需猜测 无需质疑 上帝的应许 比人的预测和能力更大 所以当世界告诉你 你没有机会时 或者当魔鬼告诉你放弃时 你要坚定你的信念 继续前进 你克服困难的能力 不是由统计分析 或致投资决定的 你的未来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取决于上帝的眷顾和天意 他会为你装备好 你在未来战斗中所需的一切 有了上帝的恩宠与供应 你可以处在任何情况中 说 在人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神 凡事都可能 上帝的话 也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此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在我们把希望放在上帝身上 并紧抓着主的时候 我们也被鼓励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保持快乐和感恩的心 保罗在铁撒罗尼加前书 第五章16-18节说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保罗给我们的信息 无论是在过去久远的年代 还是今天 都一样重要 而且适用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如果我们能活出这些话 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都信靠主 我们肯定能够战胜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障碍和困难 花点时间问问自己 我的行为是否符合我的信仰呢 我的话与神的话相符吗 我有背诵圣经经文吗 或者我是有阅读经文 但如果要将他们付诸事件时 我就无法遵循 是这样吗 我的生活是否符合上帝 对一个平信心而行的信徒的期望呢 我鼓励你祈求主 打开你的眼睛 这样你才能真正省察自己 当你敞开心扉 接受纠正时 你会发现 圣灵会开始动工 而且越来越多的让你认罪 你会开始发现 你不能这样生活 你不能继续活在 知道神的话语中 却又不照神的话语形式 你不能继续说你爱耶稣 然后恨恶这个那个人 你不能继续说主啊 主啊 然后偷偷地贪恋你邻居的妻子 我们必须解释自己 因为上帝可是不能玩弄的 他不是那个 你可以把他和你的世界 混合在一起的神 你不能一只脚踩在世界里 然后一只脚踏在 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上 你要解释你所能宽容的是什么呢 因为上帝不会容忍一个半调子 或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他不能容忍一个人 过着一点圣洁 然后一点罪恶的生活 他不能容忍一点公义 然后一点邪恶 一点属灵 然后一点肉体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 你在过着因为难以节制 所以犯一点罪的生活吗 你不能把上帝和世界上的 其他一切混在一起 他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 那圣者说 你们将谁比我 叫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上举目 看谁创造这万象 按数目领出 他一一称其名 因他的全能 又因他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 的确 我们需要敬畏上帝 我们可以从检视我们的生活开始 看看我们生活的方式 是否符合他话语的标准 当魔鬼试图谴责我时 我发现在基督里没有定罪 当魔鬼试图指着我的弱点 并嘲笑我时 我发现主给我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因他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我真的爱耶稣基督 因为当撒旦呼唤我 使我成为被弃的孩子时 当魔鬼试图告诉我 我因为有罪而不配得爱时 我发现有人邀请我 前往基督的慈悲宝座 那是一个公开的邀请 让我可以勇敢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这样我就可以拥有怜悯 并在需要的时候寻求帮助 我真的感谢耶稣基督 给了我这极大的恩典 我们生活的世界 充满形形色色的人 各样的事 生活在其中 你是否有解释你所宽容的是什么呢 这是有趣的 因为我们建立了越来越大的宽容度 就像如果你锻炼的足够多 你的肌肉建立了耐受性 你就需要更多的抵抗力 你在一个功能失调的环境中 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 你会开始认为这是常态 你如果和一群粗俗 满嘴脏话的人在一起的时间足够多 你会发现你对脏话的容忍度越高 你如果和性行为开放 喝酒抽烟泡夜店的人 相处的越多时间 你会发现你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宽容度就越高 这和罪恶是一样的 如果你一直允许犯罪的想法 在你脑中盘旋 然后一直想了足够长的时间 你有一天将会堕落 那么你是否应该妥协 然后继续堕落在同样的罪恶中呢 如果你继续妥协 你的良心慢慢变硬了 然后你的心也变硬了 你开始听不到 或拒绝聆听圣灵的声音 如果你容忍它足够长的时间 你开始认为 那罪不再是那么坏的罪 你会开始称它为错误 失误 失足 然后你可能会说 一时迷失 这是每个人都会犯的错 再然后 你可能说 我们不要论断 谁没有犯过罪的 就用石头丢它吧 然后你说 他们都是善良的人 然后你会开始为他辩护 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让你认识到 诚实地评估自己是多么重要 当我开始检视自己 我发现我说了一些话 是我一生中从未想过会说的话 我做了许多得罪上帝的事 如果有时光机 我真的希望那段历史 能够从我的人生中删除 虽然那些过去使我受苦 尽管我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压力 但我从那挣扎中走了出来 知道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 也不会抛弃我 虽然我很困惑 我从来没有绝望过 我可能受到了迫害 但上帝永远不会抛弃我 我们的天父有时会用我们的困境 来提醒我们 他是一位拯救者 他是救世主 他是我们的希望和拯救 问题是 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必须经历一些烦恼 必须经历艰难的处境 才能最终让我们屈膝跪下祷告 作为基督徒 我们必须意识 到有一场针对我们灵魂的战斗 正在进行 但是上帝已经通过他的恩典和怜悯 为我们提供了通往最终胜利的道路 我走过的人生 让我屈膝跪在主的面前 他让我去寻找一种 比我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东西 都更大的力量 我人生所面对的问题 让我去寻求神的干预 这是一种超越医生 心理学家或治疗师等 自然资源的超自然解决方案 我曾经高高在上 依靠自己的学识 既能与自己的资源生活 我完成最高学历 拥有各种专业文凭 我追求自我成长 我周游世界历练丰富 我年轻有为 但是我的知识 没有给我生命的智慧与平安 我的骄傲 使我远离上帝 最终 我的生活把我带到了上帝的脚下 祈求宽恕 祈求怜悯 我不值得 但我仍然被深深爱着 我不忠心 但我还是被原谅了 对于其他和我有相似经历的人 对于任何可能需要鼓励的人 我要告诉你 虽然你可能四面楚歌 但你并没有被压垮 你可能会气馁 但你不会被摧毁 虽然你很困惑 你没有被逼到绝望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九节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崽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的朋友们 归根结底 无论你认为你的情况有多坏 多乱 永远记得 你没有被抛弃 如果你在恩典中堕落了 如果你依然不冷不热 如果你远离了神 我请你不要停留在那里 在迈向新的一年之际 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 与主同行 上帝爱你